这样一个小小的充电头 可以平替Switch的原装底座和Switch的原装充电器 我们在用Switch底座连接电视的时候 不仅要插入一个HDMI线 而且要给它供电 这个原装底座对于充电器 特别是第三方充电器 它的规格要求还是挺高的 这个后面说 现在这么一个单化钾充电底座 就可以把这俩拿走了 它一共有三个口 中间这是HDMI的接口 支持4K60帧 Switch是1080p60帧 足够 上面这是USB Type-C的接口 下面这是USB A的接口 下面是2.0的 上面是3.1的 在它这个套餐里 还有一条双Type-C口的数据线 一米长编织的 C口的一端接在这个充电头上 另外一端接在Switch上 另外套餐里还有一条 两米长的HDMI2.0的线 这个线的手感不错 而且在接口处有logo 把HDMI的接口插在这里 然后把充电头的插销打开 另外一头接电视或者显示器 然后把它插在插座上 我现在连接的是右侧的显示器 现在投屏成功 可以正常游玩了 接下来我要说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 这个充电头是36瓦的 而Switch自带的充电头是39瓦的 摊夹还有一个65瓦的 一个25瓦的 首先声明一点 Switch的供电充电协议是PD快充协议 和苹果手机 苹果笔记本电脑一样 用的都是PD快充协议 但是Switch原装底座 在TV模式下 也就是电视模式下 它对充电头 特别是第三方的充电器 功率要求特别挑剔 它自带的充电器是15伏 2.6安也就是39瓦 当然是没问题的 但是我看过相关的评测 大部分第三方的充电头 需要15伏3安也就是45瓦以上的充电器 才能够兼容Switch的原装底座 现在这36瓦的PD快充底座 既然可以完美的适配Switch TV模式 也就是电视模式 它支持15伏2.06安也就是30.9瓦 最大支持20伏1.55安也就是36瓦 毕竟它这个是集成的 我用它直接给底座供电也是不行的 但是它自己给自己的HDMI供电 这样就可以 看来芯片是在进步的 科技是在发展的 好 以上就聊这么多 希望给各位参考